美国这下坐不住了 一通电话直达德黑兰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 以色列空袭伊朗大使馆对美国带来的影响 自从美国在三月底的一次安理会决议里面 投了弃权票之后 美伊两国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事情当初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讨论的 当时我们也提到过 一方面美国这边战略布局太多了 东欧 中东 亚太三个地方要兵要钱 已经是气苦难下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的内部政治因素 但是很明显以色列并不想停下扩张的脚步 甚至不惜越闹越大将美国拖下水 在当地时间的4月1日下午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市区 就遭到了多枚导弹的袭击 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随后叙利亚方面就确认 说是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发动了空袭 这次袭击是直接将大使馆附属的一个领事馆大楼 彻底的移为了平地 里面的7人全部遇难 其中还包括了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 伊朗驻叙利亚的外交大使侯赛因阿克巴里 就给外界的说法是 这是由F35战机发射的6枚导弹导致的 那么还不知道是中东美军的F35还是以色列的F35i 事实上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矛盾大家也都知道 这几年里面以色列没有少找机会来袭击伊朗 在叙利亚的军事武装 以往来说以色列和伊朗的斗争要么是暗杀 要么就是敲掉对方扶持的武装力量 属于是在这个台面下的斗争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非常特殊 以色列算是第一次直接袭击伊朗的官方机构 还是一个外交机构 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几乎已经是撕破脸了 准备正面和伊朗动手了 那么对于以色列的用意外界猜测了很多 比方说为了让局势更乱下去 逼迫美国不敢在中东问题上放手 而伊朗是中东抵抗之湖的核心 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来采伊朗 抬高自身的影响力 那么诱惑者是纯粹的为了把事情闹大 让中东彻底的乱套 进而引发一场中东战争 强行的拖美国下水 重塑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 但是以色列明显是错误判断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美国现阶段并不想下场 更没有那种纯靠威慑力 就能够把事情给压下去的本事了 现在的主动权其实已经到了伊朗的手里 美媒的一份报道中就提到 袭击发生之后 美国忍不住了 非常罕见的给德黑兰打了电话 那么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到以色列的袭击之中 事先也不知情 极力的在撇清自己 直观的来说 美国人的这个动作是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 怎么说呢 无论这个事情美国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那么这些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动作本身的含义 如果放在十几年前 美国人是不可能打这通电话的 甚至白宫发言人出来说几句 这事就算完了 而现在这通电话就意味着 美国非常清楚的知道 当前中东局势对美国是不利的 也非常的明白 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强权让伊朗低头了 因此只能通过安抚和撇清关系的方式 让自己远离这场风暴 并且尽可能的减轻这场风暴 带给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 好了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以色列的这次空袭行动 将对中东地区的局势 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